嗨,我是塔塔,今天的话我又来教作业了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心目当中那个他 他究竟在偷偷的观察你什么 OK啊,在我们的面前呢 有三张指示牌 分别是这是1号,2号,还有3号 那这三张指示牌在正式开始选组之前呢 先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然后深呼吸,清空下自己的能量 然后呢,找一张 找一组自己,找一张自己最有感觉的 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指示牌 然后选了之后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或者弹幕里面 去跟我去做一个互动 帮助我们进行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交互 如果暂时不知道选哪张啊 也没有关系啊 也可以点个暂停 然后慢慢的选一组 也可以选多组的话 都是可以的 OK,好 来,这是我们的第一组的指示牌 这是第二组的指示牌 这是第三组的指示牌 OK,好 那倒计是三个数 3,2,1 OK,好 直接进入到我们抽牌和解牌的环节啊 来,首先的话 是我们的第一组的指示牌 第一张指示牌 来,大家的话 看着选择这组的指示牌的小伙伴呢 在心目当中默念他的名字 想象一下他 此时刻正站在你的面前 他到底在对你偷偷的 做出了哪些判断和观察呢 OK,我们首先的话去看一下 对应一下你的能量 还有他的能量 看一下你们当下的话 正在干什么 好吗 来,先抽三张牌啊 对应一下你的能量 OK,好 一张正尾牌的 逆尾牌的道雕人牌 OK,好 第二张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赤虫啊 好 一张正尾牌的权杖三啊 OK,好 首先的话去对应一下你的能量啊 那如果能量完全对应不上的情况下面 可以看一下其他牌组 首先的话 起足道能量的话 就是这张我们逆尾的道雕人牌啊 这张牌的话呈现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你是一个 此时此刻是一个身心很放松的啊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就此时此刻的话 你重情享乐啊 人生得意须敬欢 莫使君尊空对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正是你啊 春风得意马蹄集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的话很嗨啊 对啊 可能到处参加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 也成为人群当中的那个焦点啊 对吧啊 对 然后的话 重情享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具体的话会有哪些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就这张逆尾牌的心碑似宠 啊 甚甚深背事从这样的一张牌 那在情感方面的话 你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很可能的话 最近的话感情上面的话遇见了一点挫折 好吧啊 对啊 对待感情方面的话很稚嫩啊 像一个新手 像一个小白啊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工作上面的话 你相对来讲就会得心应手很多了 看到没有 你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 正在按照你的规划的话 稳步的去推动 稳步的去执行 而且执行的相对来讲会比较顺利一些 明显的话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 情感上的小白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你心目当中那个人 他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的话是怎样子 还是我们抽三张牌的话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张 一张权杖二 一张逆尾牌的心碧二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皇后 OK好来看一下你心目当中那个人的话 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吗 来一个个看主要都是小牌 对主要都是小牌 所以的话你心目当中这个人 他现在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事物当中的好吧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 就是这张权杖二 这张权杖二代表什么 就是他会有一个相对来讲会比较 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他对于自己的人生 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蛮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规划的 好吧 对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其实是一个做事情的话 其实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对待未来的话 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好吧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张这样的一个能量 这张新比较 对但是呢 结果的话往往不尽如人意 看到没有 这张新比较的话是一张什么样的能量牌呢 呈现出两种信息 第一种信息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手头上面的工作 因为原本正位的新比较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左肢右搓的这样的感觉 就维持相对人家比较艰难 那另外的新比较的话就说明什么 他可能现在连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收入的话 就是什么 对都保不住 好吧 对可能的话面临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收入上面的话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 或者财务上面的话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一笔一笔一笔损失 好吧 或者有一笔这样的突然的支出 让他感觉到有一些为难 好吧 对 所以的话打动了他的整体的这样的 打乱了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的话他最近的话 情绪处在一个非常阴谋的 很低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圣杯往后排 好吧 对双重阴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到没有 甚至是最近的话有一点点 酗酒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好不好 对 所以他是目前来讲 应该是处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低潮期 对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描述的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你们之间的对应的能量信息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你想的那个人 你心目当中那个人 对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他到底喜欢你哪里是吧 对 他觉得你哪里好 他觉得你哪里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你心目当中那个人 你在他心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我们先抽五张牌的话 一起去看一下 好 OK好 首先一张宝剑石 OK好 来再看一下一张黄后牌 好一张太阳牌 好一张圣杯舞 好吧 一张全杖 好 还有一张新必赛 看到没有 你在他的心目当中能量的话非常的高大上 好吧 对 首先的话可以看到 就这张黄后牌 就是你 你给他的感觉的话就是 首先你比较成熟 比较雍容 比较华贵 可能你的年龄会比较稍长一点点 好不好 然后物质上面的话会比较有钱一些 然后出身也很高贵 然后穿着啊 打扮啊 其实都非常的华丽 显得很很有优越感 很富足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然后你给他的性格的感觉的话 是那种很温暖的 对 很 很 就是很平易近人的 然后没什么攻击性的 跟你在一起的话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 只要需要你的时候的话 你总能出现 好吧 而且你给他的感觉的话就是那种 对 又不远不近的 刚刚好 这样一种感觉 就离你远一点的话 会觉得冷 靠近你的话 又觉得很热 而且他会觉得你很年轻 很漂亮 因为太阳就是有那种 永远年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那种赤子心的赤子心的能量在 所以他就觉得你又雍容华贵 然后呢 又很高贵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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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很纯洁 然后感觉 给人感觉很温暖啊 很年轻 很漂亮 这样的感觉 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的话 你的形象的话 是非常的高大上的 看到没有啊 所以的话 你看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 那这张宝剑石啊 这张宝剑石的话 意味着在他的心目当中的话 他觉得你的啊 首先身高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 身高还是比较高的 对啊 然后呢 但是从情绪上面来讲的话 他觉得他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希望啊 明白吧 就他在你面前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自残行贵 他觉得他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就是那个地下躺着那个啊 他是被牺牲的那个啊 他觉得你可能跟他在一起的话就是玩玩的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好吧啊 OK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 啊 这张呃 是呃 圣背舞的啊 圣背舞的这样的牌 比较一模的这样的牌啊 我觉得他明显的话 是跟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处在一个相对来讲 会比较自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他会有一点点抬不起头来啊 他会有一点点阴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他有一点不太敢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情感 好吧啊 不太敢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感 所以显得会稍微有一点点怯懦啊 会有一点点胆怯 好吧啊 然后你们之间的话很可能的话会有工作上面的一些交集 我们就是同事啊 或者你是他的领导啊 或者是那种甲方乙方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总而言之的话你们之间的话其实是有沟通的 但是你们沟通的啊 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啊 反而不是情感啊 看到没有不是情感 反而来讲的话是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对接里面啊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的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 总而言之在他的心目当中的话 你是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女生啊 女生啊 首先第一个会看起来的话会比较丰满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啊 他年龄的话会比他稍长一点点啊 看起来的话很华贵的这样一种感觉 在他的心目当中的话 他身高的话是ok的 好吧啊 对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好吧 有一点点微微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 但是每个人的价值观的话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至少在他心目当中的话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是他的女神啊 毫无疑问啊 你是他的女神 然后他只要想一想 他就会觉得很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吧啊 所以的话 我觉得你对他来讲有着十足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哈哈哈 ok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对于这段关系的话 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好吧啊 他会有怎样的一个想法 看一下对于这段关系 他有怎样的想法 他是到底是要退缩呢 还是要大胆的想要去追求你 还是想要和你确认关系呢 还是只是说想跟你去做朋友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抽五张牌啊 好 ok 一张逆位牌的宝剑啊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 一张圣杯国王牌 好 一张权杖七 一张圣杯五 好 一张逆位牌的宝剑啊 你看啊 总体的能量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一些人物牌 还有一些小牌 好吧 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 人物穿插的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啊 所以说说明他其实受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价值观的影响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具体看一下会发生哪些故事 他具体有怎样的一个想法 好吧啊 首先的话是这张宝尖二号牌这张牌 这张宝尖二号牌的话 就是你们你们之间的沟通和链接的话 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互联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吧啊 网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 去做一个沟通和链接的 包括保健室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包括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保健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但是有个问题啊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其实是想守卫这段感情的啊 他是想要去 嗯 那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啊 他也是希望的话你能够跟他在一起 而且他自己是有心的话想要去守卫这段感情 但你发现没有心有余啊什么啊力无足 所以他呈现是一个逆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觉得自己的话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的话去守卫这段情感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圣杯国王牌 他是一个外冷泪热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明白吗 就是好像表面看上去的话是吗 是无动于衷的 但其实的话内心的话其实是很柔软的啊 是很温柔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啊 对一张国王牌是一张图牌嘛啊 对圣杯牌是一张水牌 所以他是呈现出外面他裹着一层啊 冰冷的这样的一个铠甲 但是其实内心的话其实是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跟你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柔软的那一面的话 怎么进口能给到你 同时的话啊 保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尊心啊 保持自己相对来讲的话 一个高的姿态啊 捍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尊严 好不好 那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期啊 但他在工作上面他是有自信的 明白吗啊 对这张权杖期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觉得他在工作上面的话 哎 虽然是有竞争者 但是的话 OK 他是有信心的 他跟情感上面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身边后面的话是汪洋大海啊 他水牌的话都是代表情感嘛 对吧 那这张啊 权杖二的话啊 权杖期的话 他背后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啊 他的他的他的家庭啊 是吧 他的房子啊等等等等 或者他的庄园 他在这方面他是有信心的话 去守护住的 好吧啊 所以的话他在工作上面的话 他对自己的话 其实是有信心有能力的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圣北五 整体来讲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自卑的啊 比较阴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不太敢去面对你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对 你问他喜不喜欢你啊 他说我不知道啊 你说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好吧啊 对 会有一种瞻前顾后的啊 会有一种忐忑犹豫的 然后胆怯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啊 好吧啊对 他还是不敢去迈出那一步 OK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啊对 逆位牌的新币国王牌 好吧 经济方面的话也是他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好吧 这是一种信息啊 就他觉得他的支出开发不了你的这样的开支 明白吗啊 就他的收入开发不了你的开支啊 这是一方面啊 呃 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顾虑啊 这是一种好吧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代表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呃 原生家庭好吧啊 他的原生家庭 比如说他的父亲啊 可能家庭当中的话 父亲的话会掌管财权一点啊 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支持 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弱一点啊 当然的话啊 父亲的话也会比较保守啊 对双土牌嘛啊 就很保守很固扎这样的一种 可能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啊 不太看好 好吧啊 就觉得啊 对啊 女高男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他觉得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啊 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小伙伴啊 记得给主播点点赞 点点关注啊 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心想事成 健康快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这是我们第二组的指示牌啊 在新当中呢 忘年他的名字 想象一下他此时此刻正站在你的面前啊 然后他到底在偷偷的观察你什么呢 我们先来对应一下你和他的这样那个能量啊 我们先从参赞牌啊 去对应一下能量 看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啊 你此时此刻的状态的话到底怎么样啊 OK 好 一张逆尾牌的 对 权杖国王牌啊 好 一张正尾牌的隐士牌 OK好 然后一张正尾牌的权杖皇后 好吧啊 这是你目前这样的能量 哇哦 你处在人人际关系上面的话其实很复杂啊 对 很可能的话你的你的父亲啊和你的母亲啊 大家家庭当中的话 父母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啊 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好不好啊 所以的话你在他们中间的话会有一点点左右为难的这样一种感觉 很可能的话他们都想给你安排某些事情 因为这个权杖国王啊就是一个啊对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父亲 权杖皇后呢 你要么就是一个很强势的母亲 或者就是一个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女上司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不好啊 对就基本上就是两种能量嘛 要么就是在家庭当中啊 父母的意见的话是相左的啊 然后的话他们可能会对对你安排某件事情 然后会产生巨大的分歧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很难受啊 要么的话就是说你在职场当中啊 然后有一个对你很糟糕 态度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男的老板 好吧啊 对然后给你提出了一些让你没有办法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 但是同时呢 你有一个非常顶你的这样的一个女领导啊 好吧 他对你的工作帮助的话其实非常大啊 然后你站在两边的话会稍微有一点拉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所以的话这张中间的这张啊影视牌 我觉得是在这个主导能量当中的话 就是就是就是一张什么样的能量信息呢 就你希望的话在他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或者是争执当中的话 你当一个小透明啊 你成为一个什么 哎 隐身的这样的一个小透明 就是看不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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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愿意的话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的话 投资在啊 比如说业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上面啊 投入在学习上面 好吧啊 对 然后让自己的话呃 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 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啊 把自己的话隐藏起来啊 厚积薄发去做好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你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啊 然后在情感当中的话呈现出来的状态的话也是相对来讲会比较被动一点的好吧啊 对就是你不希望太主动啊你更多的是那种啊啊影视牌嘛 就希望的话被动一些啊 等待别人的话来去挖掘你这个宝藏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说三张牌的话去看一下你心目当中他啊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 好ok一张死神牌 好一张对呃圣杯二 好然后再去看一下 好一张魔术师牌啊逆位牌的魔术师牌 哇他的能量很充足啊 但能量都相对来讲会比较糟糕一些好不好啊 ok你会发现的话这一组牌当中他当此此刻呈现的能量的话其实会很矛盾好不好 首先的话是这张啊对这张这张死神牌啊这张逆位牌的死神牌的话显示他最近的情绪的话很糟糕好不好 对待别人的话其实也很冰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经常去说的话死神牌正位的死神牌的话会远远好过于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死神牌 就说明的话他此时此刻正正等待着啊某项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将领啊 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在职场工作当中你明明知道自己要被裁了啊 但是啊公司领导还没有正式通知你啊你被file掉了啊你被裁掉了 就类似这样的一种等待坏事坏的局面爆发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好不好啊 这是一种比如说你明明知道的话你投资了这个产业就失败了啊 这笔钱的话你损失掉了啊 但只是说你还没有接到正式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或者没有把这个信号的话明确明确开来 这就是他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他现在的话是处在一个非常很很阴谋的很低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他甚至是对待外人的话他会呈现出来很冷漠的很冰冷的很抗拒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好不好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魔术师的这样逆位牌 魔术师是一张拥有无限可能的这样一张牌好不好 魔术师只要去行动他就很可能的话会成功 所以的话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啊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雄心壮志好不好 只是说他遇见了挫折啊可能是因为相信错的人啊 或者说投入错了这样的一个行业或者说没有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和思路 我经常去说的话就魔术师跟女技师这张牌的话配在一起就是绝配好啊啊 一个有脑子啊 一个有行动力啊 对那这张另一位牌的魔术师的话可能他缺乏了在在行动上面的话他可能缺乏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好吧啊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啊 啊对这张圣杯啊 圣杯二则代表着他在情感方面的话哎反而有进展虽然说事业上面的话会什么啊会会会会有蛮大的这样的压力的或者受到蛮大的这样的挫折的 但情感上面的话有有有有有有有进展就是他发现有个人的话跟他彼此之间的话其实很同频好吧啊对无论是家境上面还是学历上面还是谈吐上面还是精神交流上面的话哎彼此都能够去找到一个共鸣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话会有着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好吧就是意味着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让他觉得各方面的话他都觉得还蛮认可的还蛮满满意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的好吧啊对OK 然后这就是你们两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如果觉得对应的上的情况下面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如果觉得完全对应不上的情况下面的话那OK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组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去看一下你心目当中那个人啊就是你在他心目当中的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还是觉得你很美啊还是觉得你很美啊 觉得你很一般啊对是觉得你是天上的小仙女啊还是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抽五张牌的话去看一下你在他们的心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OK好好第一张哇一张逆尾牌的心碧舞啊好一张四神牌 好一张四杯酒 一张四杯酒 一张情侣牌好吧来看一下其实这一组牌的能量的话就是他处在一个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不好啊对他纠结的点在哪里呢我们首先去看一下首先的话是看这张骑士牌好吧这张骑士牌的话我觉得呈现出来这张死神牌呈现出来的能量是什么呢我觉得两种能量的话信息你去做一个参考就是某一件对于他来讲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正式结束了很可能的话比如说是前任的情感或者说啊让他觉得情绪很糟糕的很头痛的那件事情的话哎在遇见你的时候或者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的时候的话他又已经被解决掉了好吧啊但是我认为的话可能我更倾向于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结束也就是说他遇见了你的时候的话是他已经彻底的跟比如说跟前任跟之前的这样的情感的话划清界限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我更倾向于这一种好吧啊对然后的话再去看一下 这张情侣牌情侣牌的话是一张什么牌呢我觉得是一张圣贝奥的一张升华牌啊就是说啊你们会发现的话你们之间的话经过了一个沟通之后的话你们发现哎对方是你想要的那个灵魂伴侣他从灵魂层面上面的话去吸引你的你们之间的话可能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啊也不需要对对方的任何了解就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的话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就是你信心念念的那个好吧这是一张情侣牌而且情侣牌的能量当中的话往往是在开始的这段感情开始的这样的 那个阶段的话你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占优势的就是女生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占优势一点好吧那我们具体的话去看一下首先的话啊对方会觉得你啊胖瘦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适中的好吧啊首先第一个星B5的这样的能量胖瘦的话是有点适中的觉得你稍微再瘦一点会更好一点好吧啊对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状况 OK然后的话这张新B2的话是觉得哎你的工作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稳定啊对然后呢啊虽然你现在的话还能够游刃有余但是啊对对就是嗯不够有安全感会给人感觉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危险的这样一种感觉好吧啊然后圣杯酒觉得你很温柔好吧如情是水的这样一种感觉啊对他在他的认知当中他是觉得你是一个啊不怎么去看中 物质的人你更在意精神层面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共鸣你更在意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索取而且他认为你非常的漂亮好吧颜值巨高啊颜值巨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看到没有啊对那圣杯酒就是你身边的人其实看到你的话就会很喜欢就会觉得你很漂亮啊就会觉得你啊反正就是颜值很高很很很高的这样的一种能量这样好不好然后但是还会有一点点会会有一点点的话就有一种负面的这样的信息 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这一张啊对圣啊对那个心碧舞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心碧舞的能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呢就是他遇见你的话他会觉得有不安有愧疚感他这不安和愧疚感的话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物质这个层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你看到没有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心碧舞逆尾牌的心碧舞的话有那种啊对啊福奇本是同领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样一种感觉就他会觉得他不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优异 好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的话他会觉得对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内疚他甚至觉得的话啊这样的他的话其实不配拥有你的好吧啊对他甚至担心的话就是如果说啊他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条件你会不会因此的话去离开他他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总而言之的话嗯他其实是非常喜欢你的他觉得你哎对啊就稍微瘦一点点会更好但是很漂亮好吧啊对认为你的身材的话是 是不胖不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颜值巨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那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他是怎么去理解你们这段关系的好吧我们抽五张牌的话去看一下来然后首先第一张一张逆尾牌的宝剑4好一张全战王牌OK好一张月亮牌 好最后一张啊一张逆尾牌的心臂皇后牌来我们看一下他对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很矛盾啊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不好来大牌当中的话就是这张月亮牌和太阳牌其实他这是完全是矛盾的啊这样的一个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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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吧我们看一下首先他是心里有阴影的好吧首先出现的月亮这张牌他心里有阴影的 就他会恐惧他会有恐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会有担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担心的事情的话我们从过之前的牌面去看的话就是什么就他最近可能风作上面的话遇见了一些麻烦啊然后这个这个问题还没有暴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是这个雷的话将暴未暴这样一种感觉他一直在心里面承受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而且的话他担心物质上面的话其实满足不了你好吧啊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呢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可能来源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我们知道月亮牌的话是一个什么就是就是在深夜里面的话你总担心自己恐惧着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能够浮现在你的面前月亮牌就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但好在他是正位的就意味着他只是停留在哎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只是说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在曾经他的情感当中的话曾经因为啊物质上面的原因的话被背叛过啊或者说因为物质上面的原因的话跟他的前任的话分开过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这里好吧但是他还 还没有在他的观念当中的话还没有变成一个现实的阴影正在笼罩着你们啊好吧啊他只是一个观念只是一个观想OK然后这张太阳牌啊他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啊啊而且他对你的话非常的坦诚好吧太阳牌是什么赤子之心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在你你看到他的话其实你看到他或者他看到你都会觉得你们彼此的话是那种啊年轻的活力的有朝气的彼此之间的话是 非常的坦诚的好吧然后给能够给到对对方的话就是很温暖的很治愈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啊这就是太阳牌的这样的能量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其实是很领发的好吧他内心又怕但是呢又很爱啊然后的话又想要给你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然后然后同时又渴望在你那边的话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回馈好不好那OK我们再去看一下具体的啊有哪些细节的这样的发生首先的话是这张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宝剑4啊 宝剑4是一张什么牌呢我一直说了他是代表两两两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叫什么也叫荣誉啊荣誉的传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休息好吧啊休息有短暂的啊也有站也有长期的那对吧那我们从这里面去看的话就代表什么就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他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好吧他的家族的话是有传承的啊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家族的话是有那种是有荣誉的啊或者说有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需要他去继承的需要他去传承的所以他是背负着这样的一种使命感的但他很累了他想停下来他想休息一下他想放下来一下好不好啊对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他说啊我要停一停我要放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不想在背负家族的那样的一些啊沉重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了啊所以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话他是呈现出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他并没有说乐在其中反正来讲的话是说这个东西啊对我不想 不想负担了啊然后不想再去顺从啊家族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意志我想要去过自己啊我想要停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应该享受怎样的这样的人生有着这样的一个能量在好吧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王牌他决定开始行动而且即将开始行动那他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的话来为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改变啊去推动好吧对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他认为男人的话应该要有自身的这样的 那个啊对事业在啊这是一方面这是一个事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什么就代表他对你有特别大的这样的渴望和冲动好吧权杖王牌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他只要想到你他就去他就想去拥抱你他就想去拥有你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逆尾牌的新币皇后啊这张牌好吧啊这张牌的话是一张什么牌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你自己去做一个参考好吧啊一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呢就是说我觉得是代表 家庭当中的话母亲那一方的能量好不好就是说母亲那一方的能量的话可能啊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他的认知当中的话可能啊妈妈的话不太愿意给你们去提供经济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给他为他在这段感情去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好吧啊对或者甚至是对你们这段感情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不好这是第一种信息的这样的解读第二种信息的解读的话就是什么就如果你的年龄的话 会比对方稍微年长一点比如说大个一岁大个两岁或者说你们俩是同龄的这样的状态但是你会比对方显得更加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就代表着你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你需要付出的会比对方付出的要多一些基本上就这两种能量了好不好啊那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面啊记得给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最后祝所有看完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心想事成健康快乐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来OK我们看一下第三组的这是我们第三组的指示牌的信息啊啊想象一下啊在新闻当中莫连他的名字然后此时此刻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他在怎么偷偷的观察你呢来我们先抽三张牌的话去对应一下你的能量你的信息啊看一下的话你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能量哦来OK我们先抽三张牌对应一下你的能量信息 哇一张全杖四重牌好第二张的话一张哇逆尾牌的圣杯二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张好一张对保健启示牌好不好啊不对那就是保健四重牌来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你的年龄的话明显的话会有一点点偏小一些好不好啊对啊然后首先的话是这张全杖四重牌就可能工作上面的话刚开始啊对然后 然后还没有进入到角色啊还是一个学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头绪好不好啊不知道的话从哪里下手呈现出来的就这样一个状态年龄的话可能会偏小一点点 然后这张保健保健四重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好吧可能刚刚开始刚刚毕业啊或者说那学历上面的话啊对就是你对待对于你的知识啊智慧啊学历上面的话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些自信的啊还是会对可能是一个刚刚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啊对啊然后学历上面的话会有一些自信 然后呢在跟人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自卑会稍微有一点点焦虑啊有一点不太敢很坦然的去跟人家的话去沟通但是的话可能啊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可能会遇见了一些心仪的这样的一些人遇见了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呢不太敢表达也不太擅长表达OK好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就是你先帮那个他啊呈现出来这样的能量是怎样的 我们抽三张牌的话去看一下好首先第一个啊是一张逆尾牌的新币皇后牌好然后再看一下一张正尾牌的新星啊一张正尾牌的那个节制牌啊节制牌然后再去看一下好一张一张新币7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生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啊首先的话出现的都是这张解制牌好吧啊这张解制牌这张解制牌的话我觉得是在提醒什么啊提醒男生的话要注意一下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好吧就意味着他跟他跟他的沟通的话其实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但他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正向的往这方面的话去做一个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这是节制牌啊然后同时的话也在提醒他啊就是 嗯对到底哪里需要去做节制呢一会我们让他去看一下好不好啊对然后的话呃首先的话这张逆尾牌的呃新币皇后牌好吧这张逆尾牌的新币皇后牌我觉得呈现出两种能量第一种能量的话就代表着对方的话他其实呃是一个蛮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啊对他骨子里面的话其实对待人的话其实非常的温和啊 也不怎么发脾气然后同时呢而花钱的话大着大脚啊好吧对金钱的话没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呈现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是第一种能量第二种能量的话可能代表着呃对方的母亲对于他的金钱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话正在变少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他可能在花钱方面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好吧啊这也是出现节制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啊新币七啊新币七是一张什么牌呢新币七的话是一个你心情的努力工作之后的话你会有着一个嗯比较丰臭的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也就是他目前当下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但是呢他有再去尝试找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想要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他对于自己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其实他还是渴望自己的话能够变得更好 一点他是稍微有一点点呈现出不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啊情感上面的话沟通他的沟通的话是啊他希望在这方面的话能够去做的更好一点啊有这方面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趋势好吧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哈就你心目当中这个人啊对你在他的心中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来首先第一个哇一张权杖石 然后再一张圣对心碧皇后牌逆尾牌好一张对圣碑皇后好一张逆尾牌的权杖王牌然后呢还有一张力量牌啊OK好来看一下啊啊在这张牌当中起出到能量的话我以为就是这张力量牌啊力量牌的话这样的一个呈现的话代表着你们可能很可能之间的话已经啊 对对吃过苹果了对吧好啊而且他这方面的话其实会蛮和谐的他特别享受特别喜欢就是依偎在你怀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你们之间很可能的话已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了好不好OK然后再看一下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好不好啊对好首先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这一张圈对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权杖石啊他觉得你有一点点分不清楚主次啊有一点点眉毛鼻子一把抓啊但是呢往往又抓不住重点啊所以的话总而言总而经常就是属于那种啊付出了十分的努力 但是的话却没有得到回报的这样一种能量和状态会有一点点劳尔武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不好啊对OK啊然后的话呃对然后你的整体的身材那就是会比较瘦啊会比较瘦一点啊瘦长型的这样的一个身材好吧啊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然后逆尾牌的新臂皇后牌啊对我觉得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的话就是他觉得你对待金钱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好吧就在这里面呈现的这个能量是一样的 啊就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人好不好啊然后呢但是对待金钱的话没什么概念好吧啊理财能力的话相对来讲会偏差一点然后呢最后的话就这一张啊圣杯皇后牌极致温柔的人好吧非常的漂亮颜值很高好吧颜值很高很漂亮很温柔然后呢这张另外牌的权杖王牌啊好吧就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往往呢都是 来自于想象啊来自于想象就是行动能力的话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偏弱啊或者说 嗯下折腾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但是他看见你的话会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呃对就是喜欢好吧啊对是那种物理性的生物性生理性的这样一种喜欢啊看见你的话其实是会有冲动的好吧啊对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能量来讲他对你的评价尤其是性格方面的评价其实并不高好吧啊对但是的话确实对你的话其实 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你的身材的话其实也是他很喜欢的尤其是你颜值很高很漂亮很温柔非常的温柔然后呢是那种瘦长型的啊对这样的一种身材啊可能也是在他的审美点上面好吧啊但性格上面就觉得有点莽撞啊对然后有点冲动然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对啊消费观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在他的视角当中 OK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他对于你们关系的话他是怎样想的好吧啊对他认为你们的关系的话他有没有想法的话啊去推动你们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啊抽五张牌来首先第一张哇一张逆尾牌的圣杯王牌OK好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张一张圣杯舞啊 然后这张落下来的牌我们看一下好一张全账王牌 好一张圣杯二 哇好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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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账一张宝剑石啊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比较复杂啊因为看牌面的话就觉得你们都有一种好事将近的这样一种感觉好吧都快要结婚的这样一种感觉在这边好吧啊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们之间的整他对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和相处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具体好不好首先的话就是这张呃圣杯王牌啊这张圣杯王牌的话我觉得是代表着呃在情感当中的话尤其是一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情情况的话说明的话可能他对你稍微有一点点下头了好不好啊稍微有一点点下头然后呢呃对就是他呈现出情感的意义 寄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呢这张这张全账五啊全账五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看他是逆尾牌的逆尾牌的话就说明了什么哎会有一点点就是啊对看到前面的 啊对看到前面的无动于衷看到后面的啊会有想法啊就是他会啊会有那种暗示着做回头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不好啊对他对你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他可能哎谈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可能前任也还不错哈哈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不好啊然后呢这张全账王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但是呢对你呢还是会有一些原始的这样一种喜欢很喜欢很冲动的这样一种感觉在好吧然后呢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啊圣杯啊觉得你们之间的沟通出现的问题啊你们之间的沟通的话不是特别的和谐好不好啊可能经常两个人的话会吵架 啊会出现一些争执然后这张保健石这意味着他们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好不好啊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话嗯他觉得最后的结局不会特别的好啊可能有一方的话会比较难过啊对因为是保健石的话就是意味着一方的这样的一个背叛和失败嘛啊那最后出现在这里面的话很可能就意味着 他觉得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可能久不长久啊他可能已经有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好不好啊对这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如果说在这段关系当中比如说出现了一张适从牌这很可能暗示你们之间可能会比如说有有宝宝啊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们之间虽然说这种亲密的互动会比较多但是慢慢慢慢的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啊他会觉得嗯对稍微有一点 一点点下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那具体出现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沟通上面好吧啊还是情绪价值上面的话可能出现了一点一点问题好吧啊对然后呢你看这张保健石的能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充满的一些谎言欺骗还有背叛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我觉得很可能的话是第三组这样的一个牌当中的话就是你这一方的话你的性格会稍微有一点点弱势 好吧有一些太被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有一点点自卑的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在啊被他捕捉到了好吧啊来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这样能量信息我觉得你有对你有帮助的小伙伴的话记得给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最后祝我们所有看完这条视频的小伙伴呢心想事成健康快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